歡迎回來新台牌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我要再聲明一次 每一個犯錯的人都應該去承擔他的錯誤 可是也不應該讓一個人去承擔不屬於他的錯誤 而讓其他人藉此脫罪 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把整個真相還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問范老師 剛剛其實林餘倫的夫人跟我們的對話中 其實我坦白講每一句都是重點 他證實很多事情 第一件事情證實確實週刊寫的是真的 劉相傑的律師同時也幫林餘倫請律師 而且這些律師都不告訴林餘倫的棲子 是要所有案件的內容 甚至可能欺騙林餘倫 妻子說哎呀這個林餘倫現在想要放棄抗告了 他就是要認罪了 這是第一個確定的事實 第二件事情 徐曉晴堅稱他跟林餘倫不認識 可是剛剛林餘倫妻證明了 就算你徐曉晴不認識 你劉彥禮跟林餘倫是有非常多密切的往來 連email林餘倫妻都提供了 第三件事情有沒有付律師費有確實有付律師費 這東西不用不用林餘倫妻證明 我們從錄音檔這邊我們都知道 劉媽媽有說嘛 我付了羅律兩個人的錢 就是林餘倫跟劉相傑的錢嘛 確實有付律師費 第四件事情最讓我真情 徐曉晴說一個謊 而且這個謊是滔天大謊 我們一直在追 就是杜南去家暴 這個劉相傑的錄音檔是哪裡來的 為什麼徐曉晴只公佈一小段 對不對 徐曉晴說不是啦 這個東西是有人提供給我的啦 這個人對我是有授權啦 就搞半天 這個錄音檔就是來自於林餘倫 你看林餘倫轉記了一則訊息 轉記給誰 轉給林餘倫的夫人 而這個背景是林餘倫夫人跟林餘倫共用的 所以徐曉晴拿到東西 就是林夫人的啊 林夫人沒有說你只能播哪裡 哪裡不能播啊 林夫人的意思是讓你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不要告訴媒體啊 中央寫得很清楚啊 林夫人看到這件事被公布的時候傻眼嘛 完全操作就是要幫劉相傑脫罪 然後呢讓林餘倫來扛嘛 所以剛剛的對話可以證明很多事情 劉家徐曉晴都在說謊 呃剛才這個林太太可以說是聲淚俱下 是但是他所講的東西跟我們這兩個禮拜 幾乎我們的推也是完全一致的 對沒有矛盾 也但是他為什麼那麼難過 因為他真的覺得很脆弱 他現在被關在監獄裡面了 那他為什麼講這個劉媽媽是蛇蝎人心 他講的很重的話 因為人前一套人後一套 人前是常常打電話跟他聊天 跟他關心 可是人後竟然策動律師 讓林餘倫認罪 林餘倫要抗告 可能在律師的遊說之下都沒有抗告 所以這個林媽媽還說 我們是革命情感 是我們是肝膽相照 現在是肝膽劇烈 我覺得這是最麻煩的事 我覺得這個劉媽媽你要搞 因為我覺得這個林太太 他腦筋非常邏輯非常清楚 他對很多事情記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他還會再投投出 其他的市政出來 那今天我們講什麼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我昨天就講 我說林餘倫是劉媽媽的乾兒子 他為什麼要幫你付律師錢 而且他說我付的很多錢 你說到重點沒有白癡的午餐 羊毛粗在羊身上 就是要你林餘倫扛 就是讓你緩刑 然後讓他的女兒劉相傑無罪 對 無罪跟緩刑是多大的差別 兩回事 你緩刑是你的罪還在 對 你還是有前科 而且沒有說一定緩刑 對啊不一定 而且你家子如果在犯罪 這個還是 還是會加重 所以怎麼可以用緩刑 用林玉倫的緩刑 來換得你女兒的無罪 他不能接受 是 而且你的律師是往這個方面在打 就這個羅律師也好 或者後來他又有的這個丁律師 他們一直給林太太錯誤的訊息 對 一直在誤導 就是把你誤導到那個方向 還說林玉倫不想上訴 不想抗告 對 就你不能抗告 或者叫你噤聲 甚至可能語帶威脅 是 我們家家大業大 我們我們我們劉 我們劉家怎麼樣 我們的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媳婦是立法委員 這細思極恐 因為我要收押你 你要抗告 這人之場 你沒有人想進去的 我跟你講啦 李玉倫還擔心我被滅口 那為什麼要不讓李玉倫放出來 因為一放出來 他的夫人就會跟李玉倫講 你別傻了 對 我跟你講 你別傻 你現在是戴罪高雅 所以李玉倫在劉家的整個盤算 乃至於徐曉賢的盤算中 絕對不能被放出來 然後我剛剛講過 李玉倫跟劉彥 李兩個人是根本是好兄弟啊 可能常常賴來賴去 連西蘭言 林夫人說往來平凡 而且天南地北都會聊 而且他們還會討論政治 討論到台南的初選 對 講到這麼 detail的事情 那你說徐曉賢說 我不認識李玉倫 我覺得這個說不通 是你自己先生的這麼好的兄弟 常常聯繫的兄弟 你說我們 起碼我跟你講 人日常年吃飯總會有遇到過 是 所以我覺得大家撇得一乾二淨 還有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這個劉媽媽去 不是去跟台北負方銀行貸款嗎 對 貸了一千四百五十萬 對 要搞清楚喔 他的先生是擔任什麼工作 劉媽媽的先生 醫院的院長 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副院長 叫劉思源 對副院長 然後這個劉媽媽本身是什麼 是護理老師 以他們家家裡的財力來講 有需要去帶這一千多萬嗎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可能 而且我覺得這個劉媽媽 你的意思是 現在不只林玉倫這個防火牆倒了 這個火可能燒到劉媽媽 對 燒到劉家 徐曉星就切不乾淨了 我覺得劉媽媽在這幾件事情的主導性非常強 是 而且他瞭解非常多的事情 條貸款的事情 他要告喔 他找律師是誰你知道嗎 吳伯鴻 我們研究過他幫馬英九打官司八戰八勝 總統級的律師 而且人在屏東還可以跟吳伯鴻在台北的 一下羅律一下丁律 一下這個吳伯鴻 都是徐曉星認識的 這個什麼律講什麼吳律什麼 真的很專業的用法 我們一定不會這樣用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劉媽媽不可小訓 他真的是很厲害 好我想問阿川 剛剛方老師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對不對 就是說其實劉媽媽居中穿梭 在穿梭什麼一件事保女兒 天下父母姓 可是我們講了嘛 每一個人犯錯都要承擔 每個人沒有犯錯也不該去承擔別人犯的錯 對不對 阿川你說你整個聽完之後 你發現這個羅律師很可怕 很可怕 這不是一般律師的手筆 我跟你講這個劉媽媽我們現在可以確定 我們上次講說金流進出都在他 這第一個第二個 他在這個律師處理律師上都是他在安排 他在handle的 對 那那他配偶的律師就是羅律師 對 所以羅律師會跑出一個什麼丁律師 那誰誰誰 那剛剛這個林夫人也說嘛 這個之前的案子 就是就是劉媽媽幫忙找的律師 幫忙carry的 所以有欠錢嘛 對 有欠錢 所以他這個林太太聽起來就是說 他沒有錢給他入律師費嘛 對 所以他跟這個劉媽媽說 你趕快去把他付一付 因為接下來就要開偵查庭 對 他剛剛是這樣講的嘛 就是說你趕快付一付 不然要開偵查庭了嘛 代表 劉媽媽媽也很清楚就是說 林宇倫跟林太太太可能沒有錢 他入這個律師費 你知道我聽完我都會懷疑 沒有付律師費這個也是演出來的 也有可能 對 劉家怎麼可能 我女兒壓在裡面 我不付律師費 所以他 我現在聽完 我覺得連這一個橋段都是羅律師 我當時我猜什麼 我沒有一定 反正我來猜看看 羅律師去跟這個林宇倫太太說 沒有人付錢 你先生要被抓了 他吃定林家付不出來 林家付不出來就去拜託劉媽媽 拜託完之後 你有求於人 後面就好橋了嘛 就變成大家是同一隊了嘛 對 好 剛剛這個林太太講了一個蠻關鍵 他說 他說他就是說林宇倫 是 林宇倫的個性 他不可能放棄 抗教的 對啊 他說他要把林宇倫 一定跟你拚 林宇倫一定會想盡辦法 我認識林宇倫 對不對 要出來 做老做半天 他都受不了的人 因為他以前是做什麼社運的 所以他那種反抗政府 很活潑的 對 反抗政府的潛在因子很大 所以一定會說 你要把我抗 那我就抗教 因為是這樣嘛 所以這個林太太發現說奇怪 林宇倫都放棄 而且他講了兩次 就有兩次機會都放棄掉 對 這個林太太才懷疑這件事嘛 對 因為 他最了解他們的個性 他跟他們一定會想辦法 要出來 怎麼可能這樣親自放棄 所以現在就是劉家跟這個林太太 已經完全沒有復興基礎 所以自己去找了律師 但是關鍵來了 這個林宇倫現在在裡面 可是林太太看得到email嘛 沒錯吧 他剛不是在念那個 沒錯 因為林宇倫所有密碼都會給林太太 對吧 就是劉彥禮的email 他剛念了前面幾個字 他只是要跟劉彥禮講說 你們兩個的信我都看得到啦 如果有一天 這一個林太太決定反撲了 他就把這個所有的email 他已經決定反撲了 不是如果有一天 這所有的標題就好了 只要一月標題的截圖 從幾月幾號 4X貓講五月嘛 對 幾月幾號 幾月幾號 那個標題是什麼 標題是什麼 只要這一張流出來給媒體 流出來給任何人 對啊 這還不倒 倒了耶 那劉彥禮 你是台中市研考會主委 我再講一遍 盧秀燕你聽好 你的研考會主委 在他任職的期間 在處理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我沒講錯吧 劉彥禮是台中市研考會主委的期間 他現在是英考會主委 這個主委 我還沒有想到這件事 不好好上班 介入到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台南市的黨內初選 台中市議員 這英考會主委 上班不認真 在處理這 哦 收信往來很多 還會討論到 跟我說的 我們很久沒聽到的 一些人的名字 都還出現 太誇張了吧 你們台中市集 都這麼贏就對了 選舉都這樣很贏的 還有我就關去 白的董 董來的醜酸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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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叫你 劉彥禮上班時間 腦袋都在介入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很恐怖 但是我只能講說 他要大家請律師 請律師自己請 我們給你介紹的 不一定就是要給你害的 特別要注意 重要是講 許曉星現在真的 我認為他完全亂的方策 他每一天受訪 就去找一些藍營的廣播的 藍營的直播的 然後講一些有的沒的 講完之後 牛頭不對馬嘴 對不對 都被我們打臉 然後呢 受到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開始亂咬 哇 昨天咬什麼呢 有一個國發會的帳號 對不對 在PTE上攻擊 標題我都幫他找好了 這個帳號 用一間價值一千萬的房子 帶一千四百五十萬 是挖錢嗎 欸 這是合理討論吧 合理討論吧 合理討論 那許曉星講說 因為帳號是國發會 所以是網軍 就查半天 在彰化 彰化的一間圖書館裡面 對不對 然後在彰化圖書館裡面 結果呢 裡面喔 這個人還出來PO文 湊 許曉星 說欸 現在你不會太大了 我是不能評論的 真的沒看過許曉星這麼雞圈的政治人物 許曉星 你自己怎麼攻擊其他政治人物的 對不對 他怎麼攻擊其他政治人物的 他攻擊別的政府 搞到我們要上馬賽克 許曉星酸層級這種 超 欸這個注意要對啦 超超超超超超 超二聲超 超級 這層級 這個擺 我們把他馬掉 對不對為什麼 修行留言啊 許曉星 陳吉仲超會掰 簡稱超級百 欸 你有講人家這樣 人家講你噁心過分嗎 黃志賢都看不下去 來民不准評論立委嗎 我真的怒了 如果我到彰化公共圖書館上網 留言評論立委 公布沒證實 我的留言沒有人身攻擊 這樣我就要被罵網軍 這樣我要透過社頭相公所 調監視器 現在許曉星說要告這個人喔 要調監視器喔 所以一個公民不能評論立委 咳嗽公民之事 立委好大 還是立委噁心 欸怎麼黃志賢你也玩這個諧音梗 還是立委噁心 我們是走回借你的當年還是怎樣 欸 許曉星真是火越燒越大欸 作為這個立委榮譽顧問 前一陣子評論黃國昌 又多了一個抬頭 叫做電影評論家 電影評論家 在眾多的演員之中啊 觀眾不斷敲碗的就是黃國昌 許曉星跟傅昆 那許曉星呢 這一齣戲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演員本身的素質不錯 但是劇本太爛 演員素質不錯 還不錯啊 很認真在演啊 但是劇本太爛 懷疑會不會是編劇 寫手 幕僚 論述的人 最近在被羈押 林渝倫 這個論述家 關起來了 許曉星戲不會演了 許曉星現在在演什麼 你知道嗎 他在演一個精明的傻瓜 在演一個強壯的病患 你知道對觀眾看起來來講 就是很粗細 你以前不是都說別人很厲害 連連看追線索 然後罵人又難聽 人家討論你房子帶一四五零萬不行嗎 是挖錢嗎 這樣子也要被告 還要被調監視器 對 調監視器是王鴻暉的鍋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老百姓的評論到底是 是不是算網軍 我跟你講 劉燕裡可以是網軍 林渝倫可以是網軍 許曉星可以是網軍 就這個老百姓不太可能是網軍 他賣水果的 留著鹽而已 他不能評論 他今天的評論只差 他是走在路上評論 在家裡評論 在用手機評論 還是去圖書館評論而已 在圖書館評論就有罪 就可以被告 在家裡已經不罪 我跟你講 我們特別找到彰化現立圖書館 網路使用虛支 他裡面使用虛支說 如果有人身攻擊的話 我們要這個暫停三十天使用 可是也沒人身攻擊 對 一般來講 我們叫做政治人物 用訴訟的方式叫做以送指棒 就是比如說李正浩每天罵我 罵到我很不舒服 我告李正浩 這樣子叫他閉嘴 這個叫做寒蟬效益 那我們會越告越嗨 對 越告越嗨 問題來了 你去告一個老百姓是要 你是要防止他什麼 更何況是在沒有違法 已經被公部門評論 這個叫合理評論了嘛 所以他告只有一個結果 只會有一個 只會達成一種目的 就是大家不敢去圖書館 對啊 我在家裡罵徐曉星 我上網PO徐曉星 這樣子沒事 我去圖書館打字打 徐曉星會出事 那大家就不敢去圖書館 完了對我們彰化地區 書箱門地的延續 產生毀滅且不可逆的結果 這個小孩子都不敢去圖書館 接近圖書館 連到圖書館的Wi-Fi 是不是也有事 也有事 連手機Wi-Fi都要關起來 很怕連到 這個其實徐曉星現在的問題 就是在於 他還是不斷地在做政治攻擊 你看他今天早上是重感冒 然後去接受這個電台的訪問 這個對一個觀眾來講 假設本來是徐曉星的影迷 只要徐曉星女主角出演 每一個戲碼他都追 追到現在他會覺得奇怪 這個跟我當初追的人好像不太一樣 我跟大家講 現在已經慢慢的 已經大家都連起來了 原則上就是林宇倫跟劉彥裡這邊 他可能是政治上的 我們坦白講 辦大活動的 有人要負責舞台 麥克風音響論述化妝 那但如果是線上的 就叫做網路的這個軍隊 那其實都是 不管線上線下都是化妝師 因為坦白講 你像盧秀燕 就是我們一般很熟知的 很需要化妝的人 不管是現實上或是網路上 所以這一些在網路上幫他化妝的人 你講是政治的部分 不是講本人 對啦 對啦 政治的部分 所以台中人都知道 只要你罵盧秀燕 隔天就會有民調 那個民調誰負責 就是劉彥裡 嚴考會主委在負責做民調的 對 所以只要盧秀燕被罵 劉彥裡就會拿著民調出來 給大家看 好棒喔 我們今天又購物節 又鍋燒節 又什麼節 所以他這個行為 其實就是我們傳統的網軍 你許巧心的老公在當網軍 好意思講人家網軍 我跟你講我這個才叫清白 我是從來沒有碰過網軍 我認識很多人 我也知道 有些人為了現實生活 他的論述可以一下攔一下綠一下 統一下讀 但是他有走在各地之間 什麼高翁安 柯文哲 黃國昌 藍的綠的什麼都有 這個是事實 什麼是變成你去當立委 我老公要關 這對林太太來講一定超級不開心的 以前大家混在一起 有錢大家賺 然後討厭民進黨一起罵民進黨 討厭國民黨老人一起罵國民黨老人 討厭費用太說不定他們還有幫忙 對不對 然後缺工作的時候 什麼你跑到台中當研考會主委 你老婆在當立法委員 我老公被關 我如果是林太太 我剛剛絕對講兩個小時 你們今天來賓都休息 所以我們可想的是我們不鼓勵詐騙 我也反對違法的事情 可是這難道不是背信忘義嗎 徐小新在做的不是切割嗎 我補充一下 那麼剛剛林太太在接受這個 證號訪問的時候 他其實講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我有問他說 那麼他老公林玉倫跟劉彥你之間 是不是因為貓貓講說 市長貓講說去年5月開始吧 他承認密切往來 我相信這些東西林太太一定看得到 他一定有報應 他老公的這個相關的E-mail 通話紀錄裡面 那麼有密切的往來嘛 那剛剛這一位不愧是這個 等於說當過局長 邪惡的王毅 馬上就想到人家說 你像什麼國民黨在關掃索民進黨的相關 初選嘛對不對 徐小新說他完全不認識林玉倫 他老公跟林玉倫熟成那個樣子 你知道嗎 而且裡面的東西很多 很多東西我相信搞不好 是經過這樣子管道給那個徐小新的 徐小新還說是匿名保障 你認不認識不重要 你認不認識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透過你老公做管道 全部給你的嘛 對 所以呢到底給你什麼東西 你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說出來的 那另外一個重點 我覺得另外一個重點很嚴重 為什麼呢 徐小新在回應他那個錄音檔 不是有一分半鐘不見了嗎 對 像他只要截取他部分錄音檔 要給大家聽的 他說給我的人 只授權35秒 他在他在行錯 他們大股長對不對 他說他們大股的王對不對 哇 什麼又殺的 搞不好你給他的人是劉媽媽媽 講藍天一點就是要帶風向啦 講白的就是這樣 劉媽媽希望把劉相傑跟別人曖昧的部分遮掉 當時媒體去問徐小新的時候他公開怎麼講 他說公布的錄音檔是大姑的朋友提供的 不是婆婆也不是林玉倫的妻子 公開的音檔是大姑有人授權的部分 其他他不清楚 我問你 這個音檔誰有本事授權啊 這個音檔就是當事人 這個音檔就是當事人可以授權 那就是林太太跟林玉倫的手機畫面啊 錄的人跟被錄的人他們才有授權的可能性嗎 全部是說謊欸 根據林太太剛剛所講的這個相關的這個 那隻貓就好了 還有那個背景就好了 這個請徐小新 誠實的說 誠實的說 到底的錄音檔哪來的 錄音檔哪來的就好了 如果錄音檔不是你說的 而是跟林家有關係 我覺得徐小新你直接推出政壇 辭掉立法委員就好了 你的話完全沒有任何公信力可言啊 有一個可能 就是劉媽媽匿名爆料 他有說 不是婆婆 你不要把徐小新的台詞都搶掉了 不是婆婆 所以表示她的婆婆匿名偽忠誠 那個 突然間打給徐小新 變小偷 要變小偷 跟李四川一樣 要偷偷爬到徐小新 徐小新塞進去 這裡有一個USB 徐小新跟我沒關係 是這樣嗎 是 這太奇怪 來 接下來我要問 本集最重要的關鍵任務 就是跟徐小新同黨 強調同黨的呂家凱議員 呂家凱議員 國民黨新北市的議員呂家凱 家凱也算是自己好朋友 好 重點來了 家凱 徐小新現在這個 想要轉移話題嘛 轉移話題嘛 就扯網軍啊 國家機器啊那那一大堆了嘛 對不對 結果炸鍋了嘛 第一個 我評論立委要被你講成網軍 然後王洪會要發文叫速發部 給人找出來 彰化色頭相公署 去調監視器把那個人找出來 這是警種的行為嘛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個人喔 在PD上發文 他超氣 兄弟我幫你出一口氣 你發的文我看到了 真的沒看過徐小新這麼雞圈的政治人物 徐小新你自己怎麼攻擊其他人物的 對不對 利用監督爆料的方式去攻擊別人 也不想想你自己擋國民黨過去是怎麼抹黑的 現在一樣黑 結果呢 你家自己有問題 還一支被爆 人家不能評論嗎 你可以再改一次名啊 叫做徐近平 好徐近平 終於來了 他說你不要貼我是綠營網軍 去看一下我過去的發言 我除了罵KNT之外 我2016年就罵黃國昌 開始罵時代力量 那時候黃國昌是綠的喔 對不對 2016年的時候是綠的喔 也罵過彰化縣民進黨的政客 我還罵去年新增一個罵的對象叫柯文哲 我怎麼看都覺得他是新台派 我們的TA 導正又看我們節目 我的TA 我用公共圖書館這件事 不要砍破民進黨政府 事實很簡單 我就是送水果的 我把我家水果品項不好 盤商不用的 會給長照安養中心裡面的老人家吃 他在做膳食 讓他們水果有的吃很開心 所以呢 他常常說他會南來北往 中間經過圖書館 圓林 永靖 田中 西羅 之間台北高雄 吹個冷氣嘛 因為我在開車嘛 吹個冷氣 休息一下 上上網 逛逛PTT嘛 就那麼簡單 那許有些要抹會人家是網軍 所以李佳凱 你現在有三秒鐘考慮 這題你要PASS還是辯護 還是上車 還是回轉 還是口號 還是說的還是要說啦 讓我說一下好不好 不過可以讓我喘口氣嗎 可以 我沒錄了一個多小時 你都還沒講話 你講話就要喘氣 這有多難 因為我接下來要很嚴肅跟公平公正 我覺得啦身為一個政治人物 尤其是全國知名的政治人物 你被罵剛好而已 說實在的 你被罵或是被讚美 我覺得這都是人民的權利嘛 但當然你如果很不爽 他那個機圈那個字眼 你去告他嘛 因為這確實可能有違法的權利嘛 我跟你講他真的氣到 因為他知道寫這個真的會出事 對啊 他沒有在BASS的嘛 所以巧鑫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要升級成所謂藍綠的網軍隊 我覺得不到 這是個案事件 我看起來我很公平公正說 對啊 只是個人的出發情緒 那如果覺得對自己有問題 你就去告嘛 就儘管去告嘛 我覺得沒有問題嘛 看起來他是很熱心 這個我講一下持續 這個是許巧鑫 調出彰化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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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公所之後 這個人今天發的 對 這不是之前罵許巧鑫 他之前罵許巧鑫 都還算合理評論 就這樣一天房子一千萬代一四五零萬是合理 都還算合理評論 今天才發這個 他是真的氣到 對所以我說這絕對不是網軍 我怎麼看上看下看 我都不是網軍 不過我想要再另外講三個點 因為剛剛聽完林太太的那個被你訪問 其實感觸很多 可以看到發現林太太 他是很愛他老公的一個 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家庭成員 該互助就是互相幫忙 而且他也其實很幫流媽媽 從對話裡面都聽得出來 對對不對 但是他老公到底有沒有失案 或失案的程度 到底多深 這交給專業 如果有失案 我認為林怡倫該受的處罰要處罰 對 可是如果不屬於他的部分 你也不能叫林怡倫扛 對 這叫誤網誤重 因為林怡倫扛就有人被重犯 所以第一點 聽得出來他非常愛他的老公 第二點 我覺得就算巧鑫 不管他認不認識林怡倫 或者是有沒有接觸過 甚至他跟那個劉相姐 到底有沒有很深的往來 對不對 他因為他說不認識 我覺得就算你認識 也沒有辦法代表說你沒有 你沒有涉入詐騙 其實你不認識 也不法證明說 你就是沒有詐騙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不是重點 再來我找到巧鑫的這個主戰場 就是他到底有沒有涉入詐騙 這個案件 是他自己要去澄清的 我們所謂國民黨的黨員 或是你的同志同胞 我們能幫你 就算你開出來的其他戰場 我幫你把其他人拉出來定勾機 對不對 頂多就這張則義 你幫了他哪個 我沒有啦 你根本沒有幫他 對啦 因為都沒辦法幫 就是主戰場這個東西 只有你自己 還有你的家人 或是其他當事 他自己才可以說清楚 這件事情我還是回到 你第一天說的那句話 如果有涉案 你就辭職 就是你老公有涉案 你就離婚嗎 這是你定出來最高的 沒有 沒有他先改 他先改 他先改 他先改才判刑嘛 對 雅凱 如果有說謊呢 對啊 如果有說謊呢 他一個有涉案 對不對 一個有什麼捲入 一個要離婚 一個要辭職 一個要辭職 如果有說謊呢 你身為中國國民黨的同志 你要怎麼呼籲 我剛剛講的嘛 林太太剛剛就已經指控他了嘛 有關於那錄音檔是怎麼來的嘛 對 如果有說謊 你會怎麼呼籲他 誠信 我覺得政治人物啦 不管你的能力的 或是你的錢財有多少 窮或有錢 誠信還是最重要 危機處理 絕對不能誠信 誠信是最重要 因為即使 你出來說去 你可能最後沒有涉案 但是你在這中間 很多的所謂的各說各話 導致你的誠信破產 我覺得這是常常被人打臉 你有你的吹哨子 我現在在座很多人 有他的吹哨子 拿來打你的臉 我覺得也是 不能說剛好而已 但是就是以前知道 所以我常常在說 從以前怎麼對待別人 我們應該說 藍綠的對決 要怎麼去終止 去少一點這種仇恨 我覺得林太太今天突顯的是一個 不疑不疑不去 就不抱歉他先生 他今天還是對他先生的愛 許小欣相對的是什麼 切割離婚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差距嗎 是 然後你在看許小欣 光錄音檔這個事情 他就是公開說謊 對 他說這個不是劉媽媽 也不是林太太給的 就是林太太給劉媽媽 在給許小欣的 對 他說謊了嘛 你光這件事情 你就應該負你的政治責任啊 政治人物絕對不能說謊 尤其在處理危機的時候 絕對不能說謊 你只要說了謊 一個政治人物 所有一生累積的 他的這個誠信原則 全部破產嘛 所以剛剛林夫人的談話 其實確實讓許小欣 還有劉家有非常多的謊言被揭穿 接著呢我們要討論另外一個話題 我不知道在前面看我們電視機的朋友 有多少人今天是放假的 對不對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要放假 對不對 五一勞動節要放假 我們今天都很可憐 得上班 但你們放假 可是狀況是這樣子 狀況是這樣子 在五一勞動節的時候 國民黨真的嫌自己命太長 有一位立委叫做牛許廷 他竟然提一個案說什麼呢 叫做勞基法修正草案 包括適用期法制化 以後我老闆拗你適用期 於法有據法制化 第二個適用期呢 法制化三年 適用期最長超過三年 接著呢你適用期薪水 只能拿應聘工資的80% 哇 這件事情所有勞工都炸鍋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目前的勞基法針對勞工適用期 其實沒有這種規定 適用期薪水 都低於應聘工資80% 國民黨立委 拋出勞基法修正草案 推動適用期法制化 提出適用期三個月薪資 不得低於八折 網友說以最低薪資 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元來看 如果只領八成薪資 等於回到二十二K時代 很有可能產生定毛效應 讓新進勞工一律被迫 只能領低薪 他們說利益良善是為了勞工 但實則是在糟蹋勞工 我覺得照他們這樣的邏輯 國民黨立委 是不是要以身作則 我拿出我十成的工作能力 來對待你們 我只是領到我的八成薪水這樣 那我平常為什麼要那麼認真 萊茵這次提出修法內容 也被發現 跟中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很相似 律委質疑修法疑似抄中國法條 就連內容也都一樣 勞動節當天國民黨立委 又再提修正勞基法 這次是將一例一修改為週休二日 只是原法規已實施多年 如果要再改 學者直呼 根本再走回頭路 我們一例修已經是 走了那麼好長的一段路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現在不適合再去做太大的一個變動 萊茵立委利用國會多數優勢 頻頻喊修法 但學者認為 對勞工實質效益不大 作秀成分居多 不管是立法部門 不應該是為了要去補版面 或者補聲揚 而去提出這些老標牙的問題 那我們勞資關係未來的發展 其實有很多新的議題可以去討論 學者分析 當年為了讓一例一修順利上路 勞資經過多次協商 好不容易才達成共識 如今藍茵又拿出來炒冷飯 恐怕又再次挑起勞資矛盾的 敏感神經 冠臨 國民黨在想的是什麼 是 五一勞動節 對 所有屬於勞工的權利 對 勞工的日子 國民有在今天提兩個案 一個是牛絮題 對 他說什麼呢 把試用型給我合法化 對 薪水拿正式薪資的八成 是 第二個 有人提出什麼 什麼玩意兒嘛 真的喔 留點版面給其他國民黨立委好不好 是 那討論學校先討論這麼久 是 還是有非常多 第一屆水準很差的 你確定他們有想我們留版面給他嗎 我很想 因為國民黨這次新歌立委 水準差的很多 是 張志倫不是要用千金頂把那個捷運頂掉嗎 頂回去 劉許廷今天大強版面 五一勞動節 以往的慣例都是 勞動部長被炮轟 對 結果今天沒有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劉許廷的提案 就是在野立委被炮轟 哇 厲害 在野立委搞到被炮轟 真的太酷了 劉許廷提個什麼法案 你先講劉許廷是代替誰 劉許廷代替鄭運鵬 好我們講完劉許廷去想想看 這種人代替鄭運鵬是對的嗎 來劉許廷 劉許廷我要特別強調 不只劉許廷 跟他一起提案的還有 前新北人法治局長吳宗憲 黃建兵 還有尤浩 對 一堆國民黨立委跟他一起瘋 一堆一個法案 重點第一個重點 以後適用期把它法治化 最常不能超過三個月 那就是給老闆合法適用期的權利 對 現在根本沒有適用期這件事 現在所有表面上講適用期 或是你先講適用期 就算要解雇員工也得按照勞基法 對 並不是說你在所謂的三個月之內 你可以隨時把人家file掉 是 當你現在試用期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 先導致第一個結果 所有的人進來變民息員工 對 三個月不到拜拜 三個月都不到拜拜 所以隨時可以把你file掉 對 而且沒有後座力 因為他一定會用什麼 試用期實行細則 對 第二個更恐怖了 試用期薪水不低於80% 那就可以 意思是可以80% 就是未來所有的員工 打八折 打八折聘用 對 我跟正好先講一下 這第二點 試用期不低於80% 這是違法的 對 為什麼違法 因為現階段沒有試用期 我們有最低工資 有最低工資 所以大家就會講 不對啊 我現在如果一個月薪五萬 那前三個月老闆只給四萬 不就符合你提案的規定嗎 對 更有網友講 我們現在最低工資 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元 直接打八折不就變兩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元 那就低於最低工資了 對 牛許婷挑出來講說 我不懂啦 沒看他法條啦 牛許婷意思是說 我們這些提案過了之後 還是要按照最低工資來給 對 不是正好啊 這沒通啦 網友嗆得很好 談好月薪五萬 對 前三個月老闆只給你四萬 是不是符合你提案的規定 如果符合的話 你在勞動節送給員工的大理 就是試用期三個月 老闆可以合法減薪兩成 關鍵來 另外一個網友留言 貴黨黨工先試用 贊成支持 對啊 不要傷害國民黨黨工 對啊 我跟大家講結論會變怎樣 對 就是本來你這一個職程 比方說國民黨的文傳會的專員 對 本來起薪是四萬塊 以後所有人進來就是變成三萬二嘛 對啊 直接先打八折 三個月之後再回復本心嘛 是 那另外也被王定宇立委打臉了 最扯的來了 結果大家發現 天啊 牛許婷啊 你是跟誰學的 哪個國家 有這麼荒唐的法律 誰教你的 對 結果不出手料 就是勞共 勞共的勞動和同法實施條例 第十五條 明定勞動者在試用期的工資 不得低於本單位相同 港位最低檔工資百分之八十 首先第一口港位是中國用語 就是只有用語不同 內容完全相同 就position 港位還有最低檔工資 最低檔工資 一樣嘛大家看得懂嘛 就是我剛才講的 本來給你一百塊的 現在變成只剩八十塊了嘛 所以你搞來搞去 國民黨立委的修法 是抄中共的法條 這是什麼爛東西 我們現在要講國民黨的一些問題 立委 不好意思 又回來徐曉星了 又怎麼又 不是說好跳多徐曉星嗎 立委這太瞎了 不講不行 徐曉星居然在這幾天 在禮拜三的時候 諮詢國安局長什麼問題 知道嗎 他問他說 網路上有社群平台以及內容農場 講說蕭美琴被影射有神秘難有 然後他講的時候還知道 我沒有為這個背書 我只是說有很多會講蕭美琴男友 不只他會講 我現在講的都不是真實的 對 那你講什麼 他要借他的嘴 對 把這個新聞讓更多人知道 對 所以這是不安好心 如果你真的要查這件事情 你是發公文 你可以撕下啊 你發公文給國安安局 請他處理 這是不安好心嘛 結果媒體標題變成什麼 蕭美琴男友 變成標題嘛 對 這是徐曉星想要的嘛 對 最後一個不好意思 藍尾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洪孟凱給他點版面 人家也想要選新北市場 蕭清德念錯名 藍尾優身體健康國安局 什麼意思 今天洪孟凱很特別 他立法院說 蕭清德身體是不是有狀況 這是國安問題 問國安局長什麼 念錯名字 就講一下國安問題 他說他把蔡明諺念成蔡明藥 蔡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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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所以他說因為蕭清德念錯名字 有國安問題 可能身體有狀況 我先幫洪孟凱換假一下 洪孟凱他很care別人念錯他名字 吳敦義豪上次也念 因為他上次大家把洪孟凱念成彭孟凱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在Google現在查彭孟凱還會查到新聞 彭孟凱不是彭孟凱 所以他care別人把他名字念錯嘛 可是你一樣的邏輯 馬英九講說要下架國民黨 趙少康講說票投民進黨 這對事情不是都念錯嗎 口誤而已嘛 這沒有水準的 你拿來質詢 賴清德講錯名字 然後說賴清德健康有問題 這種咖想選新北市長 然後你在立法院質詢國安局長 這種沒水準的問題 當然會被大家給譴責 念錯名字誰都會念錯嘛 可是觀念是這樣 今天 昨天 國民黨在立法院表決 電價全面動漲 哇大家歡信鼓舞對不對 結果有一個人 我越來越佩服他叫陳輝文 應該不是1450 聲恭喜跟民進黨沒關係 陳輝文直接嗆 嗆國民黨 電價動漲基本上在騙 在打假球 根本沒有搞清楚問題的重點 這個東西 民生用電只是少數 這是沈小錢花大錢 國民黨不會執政 也不會再也是個爛黨 為什麼呢 我補充一下 剛剛不是在講說 洪孟凱嫌人家講錯名字 又認為賴清德有問題嗎 對 這一次中國國民黨17個立法委員 不是到了北京見的這個 政協主席王滬寧嗎 對 還有人 非常的肯定王滬寧的記憶非常好 是 王滬寧叫帶隊的國民黨的總召叫 傅齊坤 講兩次 齊坤啦齊坤啦齊坤 你知道嗎 那我問你啊 那王滬寧是怎麼啦 等一下喔 洪孟凱有沒有總 我們來玩大一點 沒有錯 評論一下王滬寧的健康 怎麼樣 沒有錯 負責政協主席負責對台最高工作的領導人 要去看醫生啊 你知道嗎 如果按照洪孟凱的理論 那麼陳輝文是以前我在自由時報的部下 是 但是你也知道他是比較偏藍的嘛 對 所以他絕對不會對民進黨有太好的臉色 好瑞德哥 我知道你跟陳輝文之前互動很多 可是時間因素 我們進個廣告回來讓瑞德哥繼續分析 為什麼電價洞漲是神小錢花大錢呢 我們進廣告 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新台派都不准下線 瑞德哥 你說你跟陳輝文以前在自由時報 沒有錯 同事過 他這個文章有深意的啦 問題就來了啦 我們這個對勢不對人 比如說黃志賢 黃志賢在很多的政治上面跟我們不一樣對不對 但是他罵柯文哲跟罵這次國民黨 我覺得拍拍手啊 他寫得很有道理啊 對勢不對人 我們只看他到底寫的東西有沒有道理嘛 陳輝文講的也是一樣 因為就在互昆期啦 在國民黨啦 他們這些人啦 民眾黨這些人 那些人 以後電費 意思就是說不能去啦 對 因為我同意就對了 我最大就對了 如果這樣的話 我想起有一個國家 有一個國家為了對付他們股市不振 一天到晚跌停板嘛 他們的政府下了一道命令 從明天開始 我們國家的股市只准漲不准跌 只准漲不准跌啊 厲害吧 厲害吧 電業只准漲不准漲嘛 對不對 油價只准跌不准漲嘛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嘛 我說撐住啦 總統給你們做就好啊 是 你已經立法委員 你已經誤以為自己 凌駕於監察院 凌駕於司法院 凌駕於行政院 現在連總統都自己當就好了嘛 對 那麼各位講 因為陳輝文他自己本身 他對民進黨不會不假辭色的人嘛 他直接在他的這個廣播節目裡面講啊 電價 基本上這個動漲是在騙嘛 為什麼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他講關鍵要省小錢花大錢啊 這是什麼道理 因為很簡單 那麼我們要漲電價 就不是說條工 沒事做 他故意跟你講擋電價對不對 那麼所有的成本都沒有變 我條工要給你去電價 不是嘛 請問這幾年發生什麼事 這幾年發生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我們還不是最嚴重的 是 我帝國的朋友有沒有 一個位電價 為兩千比兩萬 兩千變兩萬 嚇死人 你知道嗎 他來跟我講 我說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啊 我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他說 你絕對不知道那個人員在歐洲 對不對 因為他們影響最大嘛 他們俄羅斯要把相關的天然氣運過去嘛 這幾年來找問一下 台灣的 包括電價油價 有漲成那個樣子嗎 沒有 是 其實台灣的電價 在住宅的部分 只有佔了18.2 住宅是什麼 就是你我一般的老百姓 就是現在小老百姓 哇 當電價我們一個月要多多少錢 就是住宅用電 對 我們分成哪些部分 哪些部分 比如說 人員部門 比如說運輸部門 服務業農業等等 然後工業最大 工業最大佔了56.1% 對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台積電就好了 對 台積電的半導體要用很多電嘛 是 那 事實上在工業 因為他用電最多 尤其是工業大戶的用電最多 那工業最多的情況下 漲價漲最多 漲誰 工業用電 大戶 我懂了 如果漲價的話 就自己負擔自己的部分 沒錯 我是住宅我就負責住宅 你搞工業就負責工業 而且住宅的部分 我就想辦法讓你一般絕大部分 不要漲那麼多 因為你用電 因為我們住宅用電 電很簡單 電一個數字一度 這樣算一度 所以呢一般的老百姓 沒什麼影響 是 講說4月1號開始 漲電價11% 事實上絕大部分老百姓 你沒什麼影響 結果一動漲 就拿我們的納稅錢 沒錯 進補工業用電 各位 你說你沒買到台積電的股票 台積電的股票 一張八百塊太多 我們終於跟台積電 揚梅土地跟他平起平坐 為什麼 因為他的電價你要付 那這樣一樣 那這樣一樣 啊我跟你說改稅為什麼 難怪陳薇薇說 省小錢花大錢 因為很簡單各位 你如果電價不准漲 那台電不可能不斷漲 台電事實上 這幾年已經從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虧那麼多了 二零二年虧兩千六百七十五 兩個加起來快五千億了 我跟你說 沒有一間公司有沒有 沒有一家公司繼續虧下去 所以我原本一個月多幾十塊 沒有錯 我以後要去談五千億 我政府能夠撥補多少 比如說我今天撥補你一千億 一千多 但問題是我不可能永遠撥補 一個五千億都給你 對啊那不是我的納稅錢 我這個月要繳稅 我到現在 不敢把我的自然的評證插進去 那你乾脆自己就講說 如果為了要那個的話 那我繳了稅要去補台積電 你乾脆講說 油價乾脆都不要 不要拖到五月二十九號在面對 所以這些虧本對不對 如果你不改變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什麼油價什麼電價 什麼什麼成本 那能源的成本一定在漲 對啊 不斷人在漲嘛對不對 我問你啊 結果你電價不給帳的情況之下 會怎樣 所有這些虧的錢 會到哪裡去 你就跟所有的電子的 工業部門的 班導體的都勝利的 對啊 大家一起倒楣 我跟各位講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些錢不可能 大家電力公司台電給他賭 對 所以政府把錢一定要拉補 從哪裡來 各位從今天開始 你去完成繳稅了沒有 所得稅 我不要 所得稅 中華民國萬萬稅全部都來補台電 結果我們本來漲價漲一點點 對吧 結果現在全部去卸了 我問你羊毛粗在羊身上 對啊 政府的錢就這麼多 全部拿去撥補了 要不然就死掉了 他這個錢嘛 因為我們錢就這麼多 餅就這麼大 所以呢 事實上告訴各位 這個 包括民眾黨 包括國民黨他們通過這些 建議案 建議案的意思就是說 包括行政員可以不要理會 他們現在要打算把它變成真正的 修這個相關的電業法 把它變成真正的法律嘛 是 真正的法律就很簡單啊 這樣醫療對不對 要去嫁的時候 你去老百姓改歲了 對 你去跟老百姓解釋 那你們幹了嘛 你們如果真的這樣決定的話 你幹你幹就講說 以後的台灣加油 不用錢 你知道嗎 不用錢 只準降 油價只準降不準跌 房價洞漲 沒有錯 房價只準降不準跌 變成這個樣子嘛 所以呢 事實上從這件事情就講說 完全不理性 所以不要 千萬不要誤以為說 他們打著一個說 我 只準 電價只準跌 不準漲對不對 我們立法委員是得證 錯了 因為本來你肯定起十塊 從此以後 你跟台積電平起 對啊 我們請瑞德哥回到位子上 因為重量是這樣子 輝文哥是腦袋清楚的 他特別講很清楚 這是能源結構 你要支支核能 支什麼 那都ok 可是去動漲電價 他講叫做 省小錢 花大錢 我等一下問阿川 因為重量是講 我們台電在調漲的時候 我們講清楚 你如果是一般家庭盡量不受影響 或是影響很小 你是用電大戶 我就給你多漲一些 所以如果調漲電價 大部分的住宅部門是不受影響 像我一個人住就影響不到什麼 可是用電大戶 比如工業 台積電 台塑 哇他們電價會漲到他們的這個 自己賺錢自己負擔嘛 結果你現在全部動漲 全部動漲 大家看一下 二零二年台電虧兩千六百億 二零二三年虧一千九百億 今年說還要再虧將近一千億 搞的半年這六千億 是我的大稅錢要付 阿川這真的太離譜了吧 這是這樣啦 國民黨的民眾黨拿這個案 其實就是要把台電抹倒 很簡單 你沒辦法蓋了嘛 他們這個決議是什麼呢 他說他要蓋 如果沒有經濟委員會審議通過錢 通過錢是不能漲 那如果都不通過呢 是 十年去十年都不通過 台電就倒了 對 沒有幾年都倒了 台電如果倒台灣 你發現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案子啊 現在這個狀況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像這一種立法權 要超越行政權 立法權要超越行政權的表決 這種是一種表決嘛 對 立法權要超越行政權的表決 如果現在的立法院院長 是王金平 各位想想看喔 現在立法院院長 如果是王金平 王金平會不會喊表決 不敢 現在是因為韓國在做院長 因為韓國的不滿啦 韓國搞不清楚 不可以表決 不可以表決 立法權要超越行政權 今天是王金平做議長 這不會表決 我告訴各位 對 這是韓國的不滿 誰在亂表決 早就跟你們說不懂 韓國的做議長 你現在韓國的做議長 這種會補的很多喔 現在這個禮拜五 就是後來後日 他們要修電業法 他們要把那個第二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面還要再加 要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如果不同意 台南就到了 這是電喔 林鋼自來水 總會幫你補啊 這事情我們這樣補 沒有人這樣吧 我覺得這個事情喔 接下來拜五 如果再補過就對了 這個事情接下來 也會出現這樣的一個 立法權要超越行政權 而且會永無止盡 就是說現在國民黨立委 不是一路往中國衝嗎 哇 警報中國就是最好的 對不對 可是最近發生一個怪事情 兩個 第一個是蔡依林 蔡依林去中國巡迴演唱會 所以在重慶開場的時候 他去搭輕軌的監視畫面 竟然流出來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相關報導 台灣天后蔡依林 展開世界巡迴演唱會 中國重慶站 九令禁歌任務 還換了許多造型 展現十足誠意 但這個意外插曲 卻引爆嚴重隱私問題 就在蔡依林 重慶執行的高潮時刻 一些網友的行為 卻讓人大跌眼鏡 有人扇出蔡依林 在重慶乘坐地鐵的監控視頻 畫面中竟然有手指在指點 監視器畫面上 可以看到穿著黑色上衣 佩戴太陽眼鏡的九令 竟意搭乘重慶地鐵 還有一旁的友人交談 監視影像遭到外洩 讓不少中國網友被擠發糧 認為這代表當局濫用公權力 有人負荷重點不是九令搭地鐵 而是隨意調閱公共監控 還自意外流的行為 已經徹底嚴重違法 重慶地鐵人員表示 畫面疑似是內部人員外洩 這條目前已經報警展開調查 只是當局似乎也有意試圖平息風波 微波上搜尋已經找不到原始畫面 蔡依林在中國獻唱自下搭乘地鐵的畫面 卻因為有心人士刻意外流 隱私受到嚴重侵犯 這次實在太可怕了 因為中國國民黨一直告訴我們要擁抱中國 擁抱中國 擁抱中國就等於擁抱財富 等於享受台灣發展機遇 可是狀況是這樣 第一個 他的監視畫面 是隨時都可以被拿出來 而且會流出來的 蔡依林就這樣 第二件事 他言論審查嚴格到什麼程度呢 田復甄 田復甄 我怕有些年紀大了不知道他是誰 Hippie Hippie SHE那個Hippie Hippie呢 最近要去中國參加音樂節 參加音樂節呢 他們就分享這個文章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的內容叫做 Hippie寫 同心相知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小雀系 Hippie這樣寫沒毛病 結果呢 主辦大概把Hippie的文章分享過去 改了一下 同心相知 原本是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小雀系 對不對 多加三個字 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美好的小雀系 吃豆腐嘛 兩岸一家親嘛 對不對 好 那你主辦要改到你家的事 那Hippie沒改啊 結果Hippie被出征 為什麼你沒有改 你怎麼不改回一家人 你是不是對於我們台灣 對不對 跟中國是屬於一邊一國 結果演唱會取消 小雀 擁抱中國根本不可信嘛 在中國你如果聽到什麼 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體育歸體育 你就跟他講放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這個老百姓啊 從小就被訓練要服從共產黨 愛護新中國 下自律於祖國統一 是 這個今天他們叫中國 我們叫台灣這樣不行 要中國大陸 中國台灣 要祖國要寶島 他們的那些文 這個統戰用語啊 是從從小開始培養 所以對他們來講 那個是發自內心的 是非常敏感的 你們不可以欺負我 所以這個外國 我們給他一個外號叫玻璃心嘛 是 玻璃心喔 台語又叫建設 講到他的痛點 之後 你都賣共產黨 共產黨每一個賺的 Hibi也沒講啊 他只是沒改而已啊 我現在要講 他忘了他沒寫 一家人也被出征 然後天津音樂節 就被取消 是 Hibi這個還不是罪扯的 Hibi在我當立委的時候 還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裴洛西來台灣 裴洛西是美國的議長 裴洛西在當議長的時候 他自己本身的主義是義大利裔 我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沒有人知道 結果Hibi那一天 他在愛知上面 吃義大利麵 吃義大利麵PO了一張 天氣真好 根本也沒有講到任何政治用語 被出征 然後也不准去中國 也不准去中國 好不容易隔 被封殺被封殺一兩年之後 這一次又有機會去了 還因為一家人三個字 他在愛知上面 吃義大利麵PO了一張 天氣真好 根本也沒有講到任何政治用語 被出征 然後也不准去中國 也不准去中國 好不容易隔 被封殺被封殺一兩年之後 這一次又有機會去了 還因為一家人三個字 我坦白講 這上面的名字 有一些人我有合作過 也不要說一個或兩個或三個 我們私底下 我也不會去跟他講說 你看這個就是支持台獨 這個讚 這個我們 這個未來都不要去中國發展 不會 我們都不會那麼無聊 你不要斷人家後路 沒有沒有 我們不會那麼無聊 我們去中國跟他們的專業的電影工作人員 他們也不會比我們表態 對 我們就是互相尊重 今天一天到晚要人家表態的就是那些小粉紅粉絲們 對 那所以現在有一個問題 這個叫輿論戰 中共對台的三大統戰一直有三個 三個城市叫做輿論心理跟法律 是 2月27號的時候他們又通過了一條叫做國安保守國家秘密法 對 國安心法 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跟我們的訪談 跟我們的政論節目溝通 跟老百姓的影像 有國家秘密的嫌疑 我可以查你的手機 對 我可以看你的影片 我可以看你的雲端硬碟 這個是非常 這個是 只要出示人民警察證 對 或者偵查證就可以直接查你手機 直接可以當場檢查 所以因為這樣子 陸委會已經公告 請大家非必要誤附路 非必要誤附路 我跟你講還不只是中國 還有一個地方 香港澳門 港澳的 所以我剛剛也跟民進黨裡面一些 這個關心國安的立委說 你們要去質詢 陸委會你們要去評估 不是只有中國 港澳要不要 對 然後你沒有提醒的話 大家不小心去 像如果 什麼 一般的老百姓去 結果手機變成 欸 蔡依林耶 這個都還不要講 這個是國安心法還沒有上的時候 對 他們的公司 他們的員工 水準不夠就給人家亂PO了 對 未來咧 他想查你 他覺得你很漂亮 想要看你的照片 他跟你說我懷疑你有秘密 他們地鐵監視器多好 對 我們台字關還兩咩三咩